就是有关于前总统川普的这样的司法调查问题 那么有关于前总统川普可以说是争议非常多的一个人物 每次我们在节目里面一提到这位美国前总统的观众就先打起来了 有一拨人认为他简直就是美国民主的独流 另外一拨人认为他是美国民主某种清晰的象征 一个草根的这样的一个总统 受到了各种媒体的误解 受到了各种所谓的左派势力的阴谋袭击等等等等 大家观众先打成了一团 其实呢这一次针对川普本身的调查 国会调查长达十八个月 也基本的在美国的整个政治光谱中的是非常分裂性的一个调查 但是呢在刚刚过去的周一啊 美国众议院挑选的委员会的确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中呢 对川普提出了四项建议起诉 四项罪诚起诉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叫做煽动协助支持或鼓励暴乱 第二呢叫做妨碍官方程序 第三呢阴谋欺诈美国 第四阴谋作出虚假陈述 那我们一定这个罪名啊相当严重 特别是第一条煽动叛乱罪 基本是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提出这样的罪名了 这个煽动叛乱罪其实是美国内战遗留下来的一个罪名 当时是在南北纷争的时候 所以到现在看起来呢让人觉得 哎这是不是要重新回到南北内战了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强调的是 美国司法部呢没有任何的义务跟随国会的建议 但是呢美国司法部的检验官啊 现在呢的确是在考虑对川普提出起诉 那我们也知道在美国的这个权力体系中呢 国会是没有任何的法律诉讼权的 他是不能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起诉这个人的 他没有检察官 哎对这个权力只是属于美国的司法部 必须要有检察官来提起对于川普本身的起诉 那么也知道现在司法部本身 也正在针对川普进行一系列的调查 和起诉的准备程序 比如之前我们看到 由联邦检察官召集的陪审团啊 已经向数十位川普政府期间的官员 发出了传票啊 同样的文件在国会委员会也有复合过啊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看这个美国的这个 有关于前总统川普的一些司法程序的时候 一定要分清楚是国会这个系统的 还是司法这个系统的 那么也知道美国的司法部长特别顾问 就是捷克史密斯 现在呢也在调查川普离任之后 对于文件的处理 特别是在海湖庄园的一些涉密文件 到底是不是涉及了违反法律 此外我们之前也看到佐治亚州的地区检察官 也在调查川普和佐治亚州选举官员的联系 是否违反了州法律 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民事案件 税务案件 等等等等 那么川普本人呢 一直是说所有这些调查都是迫害啊 那么现在大家在国会的这一次调查中呢 基本看到的就是1月6号这一幕 对于整个美国的后续影响 但是针对川普本人 到底会形成哪一些法律的威胁 还不知道 何斌先生呢也一人见学的指出 这一次呢起诉 其实更多的是政治性的一个审判起诉 或者是政治性的宣言 还不是真正的司法意义上的定罪 那有关于这个案件我也问一下 你关注到哪些细节 有哪些值得我们 向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 司法部呢 他有一些律师讲 这个案件要是给川普定罪 他存在一个困难 就是你如何去证明 他是明知道 这个大选没有舞弊 他如果是真的知道呢 他如果是真的不知道呢 他如果他就是神经病 他有一些幻觉 他说他就是有舞弊 就是有舞弊 那你是不是能定罪呢 另一派的律师讲的话 这个也能定罪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即使是你认为大选有舞弊 你也应该走法律渠道 而不是说你可以去起诉 川普就起诉了20多个案件吧 20多次到法庭上说 哎呀这个投票站有问题 那个投票站有问题 结果全部败诉 全部只有两个是胜诉的 那只是一个程序上的问题 说应该怎么样去修改一下程序 没有说是发现有舞弊 那么你可以走这样的渠道 而不应该去 就煽动这个群众去 以你自己的认为 你说有舞弊 有舞弊 那我就煽动群众到这个 国会山去占领国会山 这是美国建国240多年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事 这个是也依然是有这个罪行的 所以而且他还有一些东西是 技术性上面 就是你确实是 不管你有没有舞弊你都不对 包括他其中有一项叫影响或阻碍 美国政府的官方程序 这个就指的是你作为一个总统 你不能直接给你给这个 比如佐治亚州的州长 州务卿啊副州长去打电话说 哎你给我找到1000多票 你给我找到多少多少票 这个是肯定是是是 就是防碍司法公正的这个 防碍这个美国正常程序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 美国司法部依然是可以起诉 但是否起诉的话这个是由司法部说了算 现在美国新闻界的话就给这个 Garland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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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部长施加很多压力 说要起诉要起诉 当然这是一个专业方面的事 是不是起诉的话是由司法部说了算 好 那么有关于川普的案件 哎何必先生刚才你说你要补充 你有什么可补充的呢 啊我要补充的东西非常非常之多 但是我相信你给我的时间非常非常短 所以我必须要非常简单的讲 首先啊无论是国会 针对这个川普前总统的调查 还是美国的司法部 在这是不是决定起诉这个川普前总统 这都是一个政治的决定 而不是真正的司法意义上 也不是真正的啊国会的独立的调查 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众议院啊 这个由佩洛西女士领导了这一次的 对川普总统的调查 并不是得到两党的这个支持 而只是了民主党的一个调查 这就是使这一次的调查 没有真正的对全国的民众 有一个称分啊足够的舒服力 那他他都在这个政党的这个色彩 虽然从城市来讲没有问题 但是呢你没办法去解决 现在还有30%的比例的民众 不相信啊这一次的美国的啊 这个大选啊没有舞弊啊 没有这个问题 川普前总统是不是谁前到啊 有没有犯罪 这些事情啊基本上在美国 还是没有完成一个政治的一个过程啊 啊那么首先在政治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司法上能不能解决的 司法上一样的不能解决 因为美国的司法我们经常讲 美国司法是独立的 当然相对于专制国家来讲啊 啊那么他的独立性非常强 但是呢一旦涉及到最敏感的事情上面来讲啊 他就不是那么强 就像中国的司法啊 你讨论一个小头小木 你可能有一点真正的司法 但是你一旦涉及到敏感的问题 我相信在中国就基本上没有了独立的司法 美国的司法没有这么不堪 但是美国的司法仍然是政治的一部分 因为美国是一个执政党体系的这么一个司法体系 他没有独立的检察官啊 那么只会他任命啊 国会或者是什么机构任命一个独立的检察官 所谓的检察官实际上是政府的一部分 而这个政府是民主党控制的一个政府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司法部虽然我们知道在传统意义来讲 他跟总统是有些距离 天然的总统确确确实实也努力想 跟这个事情呢 这个表现一种距离 以显示了司法部的这种公正性 但是事实上 我们从现在的司法部长上任以来的 这个表现看起来 他不仅是谨慎 而是他担心这个事情政治化 而不是说总统用他的权力干涉了这个司法 比如说班连总统 有没有去干涉这个司法部的行为 你一定要去调查这个川普 现在没有任何政治显示这一点 司法部长恰恰是因为他是民主党 任命的这么一个司法部长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进行调查的时候 尤其是作为美国的总警察长 他是最高警察长 他来进行这个起诉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犹豫 犹豫什么 就是政治 所以这就是美国政治里面碰到了一个天花板 就是说你面对总统的时候 你能不能做到法律的平等 当然做不到法律的平等 这是非常明显的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一次的民主 命令了一个真正的考虑 我们知道美国的民主的品质 美国国家的品质 是我们这些人 就是说能够移民到美国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里的自由 这里的独立司法 这里的民主制度 但是是从这一次的寻举之后 让我这样的人 不但是对美国的民主 有了澄清的审视 甚至对中国的民主 转型 对世界的民主 我有了一些新的一些看法 至少是一些困惑吧 那么跟之前的三月静好 做的这个美国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这一次的美国的其中选址 固然选址出来 表现出一些令人欣慰的一些层面 但是美国的政治危机 远远没有这个解决 所以昨天的六多网友里面 有一位海牙博士 就进来挑战老何 他说何明 你在美国的这个判断就是错了 这次启动选举 就显示出来 美国走出了这段危机 并不是像你讲的那样 要需要到2028年 其实错了 其实他错了 所以我必须要借这个平台去批评他 不但是2024年 很难走出这段危机 2028年能不能走出这段危机 都很困难 因为这是美国的司法格局 美国的政治格局 所决定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政治的烂战 即使川普已经早就准备好了 川普为什么集成冲的 是投入到这一场选举中间呢 他明明是不可能取代这个选举的胜利的 就是因为他如果宣布这个总统参选 他就会让一场可能的司法行为 变成一个政治上的运动 那么你就认为你是政治迫害 那你是政治迫害 他作为一个总统好选人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政治的卫衣 有这么一个政治的保护壳 所以呢我们觉得 就是说不是我们觉得 我觉得这一次的川普最终起不起诉 我根本不讨论技术性的问题 因为川普这种会不会定罪 司法上怎么起诉 还有一个美国是你可以辩护 不像中国不能辩护的吧 这个你可以辩论 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问题是一开始这个事情 就变成一个一个烂战 就是一个政治的烂战 根本不会走向清晰的这个司法过程 怎么走向清晰的司法过程 必须成立一个两党形成共识的 叫做委员会 两党形成共识的独立警察官 而不是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 或者民主党控制的司法部 来进行这个起诉 其实这里面涉及到的是两个问题 现在这个杰克史密斯本身 他是一个特别顾问 类似于当时的这个Bob Moore 莫勒当时 是相当于是说 他本身是一个无党派的 我们从杰克史密斯本人的记录来看 他基本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边都有 相对来讲 他是属于一个独立调查 与司法部是有隔离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形成某一种 在司法上 要避开两党政治的这样的一层外衣 当然现在杰克史密斯的调查 针对的是什么呢 针对的是海湖庄园的那些文件 不是针对骚乱问题本身 所以涉及到很多不同种的案件 咱们要仔细聊就得一桩一桩的聊 还我补充一下 这个9个人的调查委员会 也确实是两党的 不是和平先生讲的是 民主党一党去干的 他其中有Liz Cheney 是共和党的大佬 共和党里面大佬Liz Cheney 还有一个是Adam Kissinger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不管是切尼还好 还是基辛格也好 现在基本上在共和党中 是非常边缘的 但是他是一个 处于一个就是 川普控制共和党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共和党里面还是有一部分 建制派是反川普 你不能简单说是两党的委员会 这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由民主党控制和一部分反川普的人行冲的一个调查委员会 并不是得到两党共识的调查委员会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好 咱们这个问题 不可能形成一个两党共识 所以我认为就是如果不能形成两党共识 这就会产生 这就冲政 这就使这个事情最终就背上了 披上了一个政治的一个保护壳 成了使独立的司法很难进行下去 非常艰难 现在最后是走法院途径 走法院途径还是 就是我需要提出我的一个看法 就是和平先生一直觉得美国的司法不那么中立 你不那么独立 有很大的政治色彩 那我们也这么说 我是说美国的司法刚才领域有它的强烈的政治色彩 不是司法没有独立 美国的司法的独立性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在联邦层次和这个法院有很强烈的政党色彩 这个我也觉得不太 可能有一点 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 就是我前几天提过的 就是关于这个Jerry Mandarin 这个州的划分选区是不是完全给州 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提到了最高法院 而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里面六个是共和党的 对吧 六个是这个保守派的 而这六个人里边基本上有三个是不同意 让这个共和党一手折天的 不是不是让这个共和党去乱化这个选区的 这里面有几个都是像巴尔特和这个 那个川普提了三个 其中两个 阿利托和这个 阿利托不 阿利托是同意的 他也是不同意川普的 我们不能通过一个个案来显示出来 他没有政党色彩 我们可以把这个法院 针对这个过去的法院的审案 比如说一百个案子进行个数据分析 是看到保守派的这个和民进步党 他们的移民中间在表辑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差别 这一点呢 这一点是曾经有过分析的 问题是 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 绝大多数的案子是不是按党派化解的 但是最重要的案子是有明显的党派色彩 用这个 用这个 这一次在国会中的 这一位 这个一直是领导 这个民主党对于国会审判的 他的话来说 他说是什么呢 说我们美国现在已经变成了法律 可以审判一个士兵 但是不可以审判将军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美国的法律特点是什么呢 越是到了高层 越是难形成某一种司法合力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越是到重要的问题 越是难形成两党的合力 基本的大多数的普遍性的社会性的议题 往往是可以保证基本独立 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讲清楚 这个问题真的不能再谈了 马上节目时间都要没了